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主所托付 主所托付 美好的账 当跑的路 所信的道 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到八节 我们所认识的提摩太书信是史陀保罗写给提摩太的 是一封个人的书信 我们的印象一向都是如此 但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经文 其实不单单是一个提醒提摩太的书信 更加是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来看一看经文 我们一起读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使徒保罗他 讲出他自己生平的经历 那个时候可能一幕一幕的历史在眼中浮现 神怎样带领他走过人生的路 侍奉的路 和惊涛骇浪 来去劝告提摩太的时候 他说 这条路我走过了 你跟着走吧 有神的赏赐 这里提醒提摩太 又提醒 他要去提醒弟兄姊妹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包括提摩太 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很渴慕主耶稣显现 显现 包括主耶稣降生 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很欢喜快乐的时候 我们去到他的白色宝座前 来去交账和领受奖赏 这也是审判的时候 如果这么说的话 保罗是非常开心 因为这一段话 是快要经历了的 他要提醒提摩太 你要努力 还要等候 弟兄姊妹同样的 你也要努力去等候 没有信的耶稣 你也要快点信耶稣了 记得这段话 是2023年5月2号的讲道里面 梁明才牧师 重新提醒过弟兄姊妹的 相隔四年多 可能没到四年 很不容易 你可以去教会的网站 再听一遍 梁牧师提醒我们说 如果今天是你在世的最后一天 人生最后的阶段 你会不会能够保持 很像保罗那样 怎么说 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近了 索性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你能不能说出这一段话呢 不要等到你安息礼拜的时候 你才请其他人为你读出这句话 现在就可以说了 或者是现在可以问一下你身边的人 你的仗打得如何 你 你的路跑到哪里了 有没有摔倒啊 鼓励他摔倒再起来 到你问了 问一下身边的人 跑得如何啊 为主耶稣打的仗 打得如何呢 跑的路跑得如何呢 不用害羞 问他就好了 教会的弟兄姊妹是需要扶持的 教会的弟兄姊妹是需要鼓励的 你软弱 你跌倒 你还要起来 你打败仗 靠着耶稣你可以刚强 你可能怕你不如他 你的得胜 是成为弟兄姊妹的见证和帮助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需要彼此扶持和鼓励 你不要害羞 你知道牧师是还蛮害羞的 但是 但是还是要逼自己去跟你谈天 因为是要为耶稣工作 是要突破自己 这里提醒我们保罗 告诉我们 美好的杖 当跑的路 所信的道 是主耶稣托付他的 他去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他可以说什么呢 他打过了 跑进了 守住了 就是说他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 得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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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 在当时保罗提醒提摩泰 你面前的路 我也走过 我知道 靠着神的恩典 是可以经过的 你面前所面临的挑战 你要知道 你向着目标走的时候 耶稣必会为你存留公义的冠冕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 是公义的主 你所做的事情 神会看到的 不会擦掉他的 这是我们所经历的 保罗所提醒的 美好的帐 我们知道 从神而来的一切 一切都是美好的 美好 是可以欣赏的 不仅仅是好 更是美的 在神一切都是美好的 这个帐的意思 这个用字 是 是一个 体育竞技的用词 包括了一些赛跑 包括赛马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所打的 我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 因为感觉很假 赛跑可能会有运动 在中间 开马车你有试过吗 当我想到这个片段 和这个用词的时候 是可以形容赛马车的时候 我只想起一套电影 就是 这一套电影 2016年 再重新翻拍了一次 当时 当时情况 和现在拍的 用的特技 当然是比以前更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很近期的电影 好像没什么人看过 没关系 还有一部 是1959年的 相信大家一定会看过 有没有看过 有人看过 不约而同 两位祖国 都是张开嘴巴 在赛马车的路上 这个比赛呢 不是说我们 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就是一场竞技 是有艺术美感的 但是不单单是指美感 是生和死 是生和死的竞赛 就是说每一位赛车手 在赛马车的路上 是拼得你死我 或用尽所有的技巧 或者是阴谋的手段 来去把对方杀死 原来是这样 那所以我觉得 翻译圣经的工会 是做得非常好的 美好的仗 不是美好的竞技 是一场战 可能面对生和死 面对阴毒和残杀 这是正正是我们的 你打仗吗 打仗就是这样的 不是说在家里纠缠 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 保罗提醒提摩泰 你知不知道 你所牧养的教会 他们需要真道 需要为真道而打仗 你牧养的教会需要建立 所以面对的是一场 是一场仗 人生里面大大小小 都有不同的仗要打 但是我们说 这场仗打得如何呢 1959年那场仗呢 就是这个结果呢 就是赛马车的路上 最后生死搏斗之后 结局就是主角 当然是赢了 尖角就死了 但是2016年的结局 却有点不一样 主角和他的对手 原来是兄弟反目成仇 然后在战场上面 你死我活 结局呢 就是 他们两兄弟 关系重建 都挺符合基督教精神的 很特别 两部影片都有讲 耶稣基督 我们说 战争 我们真的很不愿意 见到战争的发生 很不愿意身临其中 但是很无奈 有时候真的很无奈 在远处发生的 很远的 但是在我们身边 大大小小的 无论是我们的工作 家庭 甚至教会的侍奉里面 在我们的智能手机里 媒体平台上 都其实都有战争 都面临着很多的战争 但我们说 有一些是无可奈何的 但有战争 是神所命定的 这个是 耶稣列平原 在这个地方 有一场大战的发生 在这场大战之后呢 主耶稣会再降临 我们就在等候这个时候 神所安排 神所让我们遇到的 都是美好的 美好的战 那我们全部都在这里 尽力去明白 战争 在过去 现在和将来 都有可能发生 或者正在发生 在美国 1865年前后发生了 内战 也就是南北战争 他们纠缠的原因 就是 经济 是解放黑奴 是人权 或者是其他原因 在那个战争的电影里面 是非常残忍的 死伤无数 那有一个情况 或者是 一个流传的 佳话 就是说 有一个 北国的士兵 看到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残烈 他就去问总统 说 他们的元帅 问说 总统啊 这场战争 你觉得我们会赢吗 不如总统你 为我们祈祷吧 求神 站在我们这边 但是 大兵就说 很疑惑 因为南边的士兵 都是我们的同胞啊 我信耶稣 他也信耶稣 他祈祷 也会这么说 就是让我们打胜仗 我祈祷 就是让我打胜仗 那怎么样呢 那 神会让谁赢呢 他问总统的时候 总统说 我不敢 为这件事情 祷告说 神啊 你站在我们这边 我只能说 神啊 求你帮助我 能够再 坚定地 站在你那边 我们所做的 每一件事情 甚至是 人生当中的战争 我们是不是 站在神那边呢 是不是 让我们自己 站在神的那边呢 以色列人 有个经历 就是 从旷野路上 进入迦南地 当他们 过了约旦河之后 准备 攻打耶利哥城 约书亚带着 以色列人 他们 磨刀霍霍 想要 想要攻 打这个 坚固的城 打仗 当然需要用枪 用刀 用炮 用我们的策略 用我们的智慧 聪明 用我们钱 当约书亚 准备 带领 以色列人 来去 进攻的时候 他看到 对面 有一个 有一个 拿刀的人 他就不知道 那是他的敌人 还是他的同盟 他就问 你是谁 那句话 让他很震惊 他说 我是 耶和华 来带领 他的 军队的元帅 耶和华 差 我来带领 以色列人 军队的元帅 那是一个 也可能说 他是天使 有人说 他是神 约书亚 于是重负 当然就说 哦 原来 有 耶和华的元帅 来带领 我们去进攻 不是我们 自己做元帅 而是神 带领 他们 来攻打 耶利哥城 重要 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攻打 耶利哥城 是如何 攻打的呢 敲战鼓 进攻 准备枪炮 是这样吗 不是的 神吩咐 约书亚说 你要 所有的人 都安安静静 围着耶利哥城 走六天 安安静静的 走六天 我都忍不住了 但 所有的人 都要听话 让神 来用 他的方法 第七天 虽然很难 吹响了号角 整座 耶利哥城 就塌了 神的工作 用神的方法 很特别 原来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是元帅 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但神是我们的元帅 打美好的仗 用神的方法 打美好的仗 今天 我们需要 保罗那样提醒我们自己 全副军装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征战的对象 就是天空 属灵器的恶魔 所以大家要 全副军装 今天有 有没有穿的 全副军装 有没有啊 放在家 有没有 全副武装 如果你说你有的话 就数给我听一下 有六件 第一 真理的 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 第二 公义的 护心镜 遮凶 保护你最重要的器官 第三 穿上平安的福音 当做鞋子 皮鞋来去走路 第四 拿起顺 信德的盾牌 抵挡魔鬼的火箭 第五 记得我们是属于 基督耶稣的 我们有救恩 第六 圣灵的宝剑 神的道 祷告 还有祷告 六件 大家有没有佩戴呢 保罗提醒 以福所教会的弟兄姊妹 你要全副军装 神的话语 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下午我们有 乐享圣言的读金马拉松 大家都有参加 我会早点讲完 那大家回去就吃饭 然后两点半再回来 一起共享圣言 好吗 但是我还有两点没有说 原来是这样 穿起全副军装 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元帅 但面对着人世间这么多的仇恨 苦毒 贪婪 嫉恶 情欲 对立 不公平 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 在1989年 美国有一位 青年人 青年街都徒 他叫珍妮 他发现 探电视的时候 看到MBA一个球星 他每一次出赛都会绑着一个手带 就是写着四个英文字母 WWJB 是什么意思呢 他去查 他去寻找 就知道 耶稣会做什么 耶稣会怎么做呢 非常难理解 因为 你设一个三分球 或者是抢篮板的时候 你问耶稣吗 不是 他是在信仰生活当中 他要提醒他自己 如果那件事情发生 我要回应的时候 那究竟耶稣会怎么做 所以 珍妮很珍惜 这句话 这正正是青少年需要被提醒的 他们应该怎样去行动 那直到今天 都很难啊 89年到现在 都很长一段时间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你有没有 去在我们生活当中 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问一下 我这么做 耶稣会怎么样呢 耶稣会不会 这么做呢 耶稣会不会像我一样 用我的方法 或者用这样 这个世界的方法来做呢 不会的 那耶稣会怎么做呢 这是我们需要问的 跟随主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元帅 用神的方法来面对 我们人生的征战 每次问 耶稣究竟会怎么做呢 保罗 在他生命里面 正正是这样的经理 他提醒提摩泰 美好的仗 我打过了 你继续打 弟兄姊妹 你们也要继续打 这个是神的托付 第二方面 当跑的路跑近了 我们知道运动员 在这个赛场上面的时候 是要向着一个目标进发的 无论是100米 200米 400米 还是马拉松 都是有一个终点的 都是有一个终点的标杆 保罗 他也向着标杆 使徒保罗 他知道 他蒙昭 是要做外邦人的信徒 圣经怎么说的呢 保罗要做外邦人的使徒 保罗在他蒙昭的时候 在大马色勒上 遇到大光 亚马尼亚就为他 医治的时候 神说了一句 很震撼的话 就是说 亚马尼亚 你只管去 他保罗 是神所拣选的器皿 要做外邦人的 和在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正正是如此 保罗 被招 被拣选 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 神拣选他 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 神给他的人生的方向 就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 他怎么样回应呢 在使徒行传里面 他说的话就是说 只要行走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 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当跑的路 就是成就保罗 从主耶稣所领受的 是 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是有承担 有责任感 他知道自己蒙神的拣选 是有承担和责任感的 有报复 他先将福音传去 小亚西亚的地方 然后去到罗马 还有 他 有生之年都有希望 去到西班牙 蒙拣选 有责任承担 有报复 今天的人所 说的话就是 有心 是吗 你有心 有梦想 愿意做梦 是为神 去做的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梦想呢 保罗 将福音 传到 远处 但我们 身处在这个世界中 我们面对的 我们面对的就是 你要有表现 你要 赢 你要有本钱 你要有 荣誉 这是很实在的事情 所以我们 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我们 如何去 靠着耶稣来得胜呢 一定要 认清楚 你的标杆 但今天 我们说 讲到 运动员 一定要充现 一定要拿冠军 但很奇妙的是 在这段圣经当中 保罗所提到的 就是说 当跑的路 我拿了冠军 他没有说这样的话 他说 当跑的路 我跑尽了 他没有讲说 他拿冠军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 就是一定要拿第一 无论是年长的 成年的 年轻的 儿童 都要争第一 90分都不行 所以在 运动场上 一定要拿金牌 2008年的 北京奥运会呢 有一位 叫杨威的运动员 他是体操项目的 金牌得主 他叫杨威 他有另外一个称号 大家知不知道 他称号是什么 他的称号叫做 千年老二 常常都拿第二的 但是在2004年 拿了银牌 00年又是拿银牌 但是08年呢 终于吐气杨眉 杨威奥运了 拿完了金牌以后呢 一年以后 2012年就没有他的消息 16年也没有他的成绩 上会的时候 有个姊妹告诉我 她说她现在已经做教练了 对啊 运动员的生涯就是这样了 挪到金牌之后 就是要去帮助别人拿金牌 我们所接受的训练 是很艰苦的 我的下一辈要更加辛苦 因为要拿金牌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不单单是跟着正途走 用卑劣的手段也不少 因为要拿第一 要拿金牌 1999年到2005年 七届环法单车冠军 严世堂 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呢 都为她感恩 因为她得了癌症 然后她 转去为人生奋斗 很励志成为这个 癌病基金来去帮助 有需要的人 她的见证 就是她的太太 不离不弃 她可以恢复她运动员的生涯 很多人都会用她做例子 但原来从99年开始到2005年 这么多届的冠军 她都是因为吃了禁药 来得的 她过往的见证 成为生命里的见证 如今 却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绊脚石 我们看到 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但我们还要对准目标 跑神 所要让我们跑的路程 那我要介绍一个 Eric Lidl 我们知道 他呢 我们每次提到他呢 我们都会说 他放弃了 拿第一的机会 来去敬畏神 敬前的基督徒 那今天说他呢 就是说他赛跑的事情 我不知道现场 有没有一些运动的专家 赛跑一定要向前冲 一定要低着头 望着前面低着头 向前冲 但是他呢 他的姿势却很奇特 他会抬起头 他会张开嘴巴 来呼吸 但是 我们知道他不 他不单单只是张开嘴 他会微笑 大家留意一下 在我手上这本书呢 更传神 一边跑一边微微笑 因为他想到我赛跑 是因为我为了神而跑的 我能跑是因为我能够荣耀荣耀神 我能跑是因为我能够尊崇神 他就一边跑一边跑 一边忘了 是不是跑到了终点 一边跑到终点的时候 拿到冠军 400米赛跑冠军 200米的铜牌 一切都是为神做 为神跑的 因为是神让他看到 这个目标 但是新的目标 就是跑到中国 在天津那里 做宣教士 所以他带福音给中国的同胞 很努力 很刻苦 当他回去的时候 回去英国的时候 有很多记者就问他说 Eric 你为什么 不继续当运动员呢 你不喜欢在赛场上面 听到那些欢呼的声音吗 为你的胜利鼓掌的声音吗 你不喜欢闪光灯 不喜欢报道 拍照和庆功宴吗 他说当然啊 有时候人会很 自然的想到 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但是我更喜欢 我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 因为这方面的价值 远超过你们所说的一切 你知道吗 这一份荣耀是一个永不朽坏的冠冕 为神而跑 向着标杆 向着神给你的标杆直跑 神呼召你做什么 你就努力去做 太平洋战争发生的时候 有很多外国人在 被逼来到 违线的集中营 这个集中营里 他们不是灰心丧志 很低落 不是这样的 他们成为很多外国人的祝福 帮助我们的同胞 帮助自己的同胞 所以 我们所 认识的戴牧师 戴德森牧师 的曾孙 他当时也在这个集中营里面 他说 他叫做 Eric Shusu 他好像是 他好像是我们的羊娃娃一样 跟我们玩 让我们笑 让我们可以在 集中营的日子 过得很轻松 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因为 他向着神的标杆来跑 我们说 当想到Eric的时候 我们想到他 为神所做的事情 不是因为 他是金牌得主 我看这本书 的时候 里面有写到 Eric的生命 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 是写他的奥运生涯 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描述 他怎样为神 来中国 做宣教士 在去年和今年 有两位牧者 离开了我们 一位是 在 17年12月22日 张木凯牧师 回天家 另外一个是 1月4号 在美国 的黄牧师 张牧师离世 我们知道 弟兄姊妹都很心痛 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怀念他 所以在教会的网站 设立了一个 网上的纪念册 很多 弟兄姊妹留言和写 说很挂念 很怀念张牧师 我们的牧者 张牧师的 讲道和教导 张牧师给我们的鼓励 张牧师给我们的提醒 大部分的弟兄姊妹 都是这样写的 很怀念 张牧凯牧师的讲道 这个是 我们弟兄姊妹 一想起牧师的时候 就会想起 张牧师致力于 神的话语 圣经的教导 张牧师致力于 神学教育 张牧凯牧师 致力于圣经翻译 我们一想到的时候 张牧师原来是 这样重视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真理 神学教育 因为 这正正是张牧师的标杆 他努力去做 而黄牧师呢 他的标杆是什么呢 黄牧师成立了 大使命中心 大使命神学院 推动 拆船宣教 拆遣宣教室 去中南梅洲 或者更多的地方 我们一想到 黄牧师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 黄牧师是一个 胸怀普世的牧师 他很致力于 做拆船的工作 但讲到你的时候呢 讲到你自己的时候呢 别人会怎么说呢 当时 等有人提到 郭牧师的时候 又会怎么说呢 肥 会不会这样呢 我们要向着神给我们的标杆跑 认定 神 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努力的做 张牧师 黄牧师 保罗 很多好的榜样 我们知道怎么走 所信的道 守住了 我们知道 在当时 与福所教会 所面对的就是 信仰的挑战 甚至是年轻的传道人 提摩泰也面临着 信仰的挑战 因为 传统人的话语 一些迷惑的话语 但是这些情况 我们要衡量 和我们 的信仰 有没有违背呢 我们能不能够 取代了 我们核心的价值呢 基督教因信称义 救恩 因为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耶稣是神的儿子 提摩泰所面临的 就是一些异端邪教 所以保罗提醒他 要为真理 打美好的仗 按着真 按着真 真理分辨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道 我们怎么样 按正义来去 分辨神的道呢 如果我们不重视神的道 我们怎么会为 真道打仗呢 教会 今年 所推动的 读经计划 读经运动 是要鼓励 弟兄姊妹 不是完成了三年 大功告成 不是这样的 这个标杆是 一生要去追的 守住 我们所信的道 是何等的宝贵 保罗 有没有面临到信仰的挑战呢 当然有 他的宣教旅程 去路斯德的时候 他和巴拿巴 在情神纪去教导 圣经真理的时候 他述说 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那些人是怎么样 看他的呢 哦 是神降生 是他们心 心目中的 西列神 周斯 要向他们献祭 就是说 他们面对的 他们面对的试探 我们做牧师 也会很害怕 因为很多弟兄姊妹 会跟我们说 牧师你为我 你为我祈祷吧 因为你祈祷比较灵 这个是 我们很 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 你祈祷 一样 天父也会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同天父建立关系 因为耶稣基督 救了我们 让我们可以跟天父交通 祈祷 你是神的儿女 你的祷告 和我的祷告 是一样的 有时误解 有的时候被人恶意 攻击的时候 你有什么权柄在 你不是就是一个骗子 当时哥林多教会 就是这样挑战保罗 他们说 你是保罗啊 你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会被一些 有一些贿赂的行为 保罗面临着那些 这些挑战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会暗示 明示 你 你送一些礼物给我 我就放你走 这些挑战 我们说 足以 咬动我们的信心 足以叫我们 跌倒 灰心丧志 所以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 衡量的标准 是多么的重要 当我想到圣经的话语 多么宝贵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故事 就是在 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在英国1784年 有一个女孩子 叫玛丽中斯 她出事 她从小就跟爸爸妈妈 回教会 听牧师讲到 她很开心 因为牧师读圣经 很好听 讲到的时候 她也很喜欢 很留心去听 所以她看到牧师的圣经 上面写着Bible 她就心想 我也想要一本 回家就跟妈妈说 我也想要一本Bible 妈妈就说 那你就存钱啊 她就开始存钱 你继续帮邻居 扫一下树叶 喂一下鸡 喂一下猪 喂一下羊 或者喂一下牛 来存点钱 她就说好 所以玛丽中斯 一存就存了六年的时间 存钱存了六年 钱是够了 很开心 她知道要 要走几公里 几十公里 去另外一个镇 去买圣经 她知道查理斯牧师 她那里有牧师卖 她就很开心 拿着她存的钱 圣经再忘了的感觉 去到牧师那里的时候 她就跟牧师说 我存到钱了 你卖一本圣经给我吧 牧师说 你要买圣经啊 但是 我手上的三本圣经 都已经被人买走了 已经有人预定了 玛丽听到的时候就 她很开心地来买圣经 但是买不到 她就 哇的一声就哭了 哭得停不下来 因为她 希望有一本圣经 牧师听到她这么 凄凉的时候 于心不忍 就跟她说 玛丽 这本圣经卖给你 她拿着这本圣经 开心地 回家 日看夜看 因为她知道 那是神的话语 是宝贵的 玛丽的圣经 现在在剑桥大学里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得到 你看她 写了很多的笔记 有笔记在上面 写 写着神的话语 去帮助 有需要的人 她这么重视圣经 那我们又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更容易吧 那今天有谁带圣经 来教会的呢 我们常常就说 啊 圣经啊 我讲的是实体的圣经 是印刷本 有人带了吗 只有我有吗 有没有第二本啊 两本 三本 四本 五本 六本 OK 七本 很完整啊 七 如果一千人来崇拜 只有七本实体圣经 弟兄姊妹 手机当然方便啊 一些电子圣经 但是我们重视神的话语 我们 随时都要带着 我们重视神的话语 我们要记得 因为我们随时 面对的争战 提摩太后书 四章一到八节 试图写出他 他写了他侍奉的总结 不折不扣的一首哀歌 打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也跑近了 索性的道 我也已经守住了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我们就向着这个方向 提摩太被提醒 我们 也是群众 也要被提醒 打美好的仗 跑当跑的路 守索性的道 让我们更加坚定的来信靠主 我们要坚持读神的话语 我们要坚定的实践神的道 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彰显他的美事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 让我们阅读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有 愿神能够来使用我们 成为你话语的出口 也成为你 生命的见证 感谢主的恩典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